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一章 提阿菲罗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师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也看不见他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肥利 多玛 巴多罗买 马太 亚勒肥的儿子 雅各 奋瑞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 犹大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 横切祷告 那时 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 站起来 说 弟兄们 圣灵借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 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人上 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扑倒 杜夫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 叫亚格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 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所以主耶稣 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另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选举两个人 就是那叫做巴萨巴 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 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练 使徒行传第二章 武勋劫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恶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 看哪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犹太 加帕多家 本都 亚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克里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计竅说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 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 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出 这正是先知 约尔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 要见异象 老年人 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 要变为黑暗 月亮 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 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 那撒拉人 耶稣 在你们中间 施行异能 骑士 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 知道的 他既按着 神的定指 先见 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 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定在 十字架上 杀了 神 却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 他原不能 被死拘禁 大魏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 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 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且 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必叫我 应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祖 先祖大魏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 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这里 大魏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 曾向他启示 要从他的后裔中 立一位 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 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 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 神 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 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魏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故此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 脱离这弯渠的世代 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比 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 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 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店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使徒行传第三章 伸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 约翰 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 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 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 周济 他看见彼得 约翰 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 周济 彼得 约翰 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 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 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 给你 我奉拿撒拉人 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 那肃长坐在殿的美门口 求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 稀奇 惊讶 那人 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 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觉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 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 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巴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 他的仆人 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 比拉多 比拉多定义 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 比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 那圣洁公义者 反求着 释放一个凶手 给你们 你们杀了 那生命的主 神 却叫他 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 做见证 我们应信 他的名 他的名 便叫你们 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健壮了 这是他 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 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 你们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 也是如此 但神 曾借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 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 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叔的日子 就必从主 面前来到 主也必拆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 基督 耶稣 降临 天 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 就是神 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 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神 要从你们 弟兄中间 给你们 兴起一位 先知 像我 凡他 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 那先知的 必要从 民中 全然灭绝 从撒摩尔 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 这些日子 你们是 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 神 与你们 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 亚巴拉罕说 地上万族 都要 因你的 后裔 得福 神 既兴起 他的仆人 就先 拆他到 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 回转 离开 罪恶 使徒行传 第四章 使徒对百姓 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 和守殿官 并撒都该人 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 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 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 押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 有许多信的 南兵数目 约到五千 第二天 官府 长老和文士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 亚纳和该亚法 约翰 亚历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 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做这事呢 那时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 和长老啊 倘若今日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权欲 是因你们 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 将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防脚的 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 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 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 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名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 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 治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 吩咐他们 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么办 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 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反驻耶路撒冷的人 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 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 不再奉这名 对人讲论 于是 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 耶稣的名 讲论 教训人 彼得 约翰 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 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 刑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 为所行的歧视 都归荣耀与神 原来借着神迹 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主啊 主啊 你是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魏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仔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 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有一个立位人 生在居比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位子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使徒行传第五章 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菲拉 卖了田产 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银 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 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 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银 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主借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地 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难待遇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 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 和被乌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成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撒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亲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间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叫其工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间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异到了 不见他们在间里 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极致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 清理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间里的人 现在站在殿里 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 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 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 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 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工会的人听见 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加玛烈 是众百姓 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 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 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优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辱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使徒行传第六章 那时 门徒增多 有说西里尼话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披下神的道 去管理范食 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 菲利 伯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 安提阿人 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数目 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斯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 当时有称 历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 亚历山泰 基利加 亚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 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 放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 长老并闻士 就忽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工会去 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不住地 遭见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人耶稣 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 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工会里坐着的人 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使徒行传第七章 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斯提反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美索不达米亚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 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 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 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奉我 神又赐他戈里的约 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给他行了戈里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极度约瑟 把他迈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 得恩典 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 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 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 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约瑟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世界 葬于亚伯拉罕在世界用银子 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丢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 心中起义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必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 你们二位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地 把他推开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 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 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 向摩西写写 摩西见了那异象 便觉稀奇 正近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 是圣地 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却借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歧视神迹 那曾对 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 弟兄中间 给你们 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和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那时 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祭物献给那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 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啊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账目和礼翻神的心 就是你们所造 为要敬拜的像 因此 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贵的账目 是神吩咐摩西 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账目 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把账目搬进承受为业之地 植存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雨 其实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 尝试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御仙传说那一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者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其恼怒 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并惊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 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朵 齐心拥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吁主说 求主 耶稣 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 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 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使徒行传第八章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 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 把司提反埋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间里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 去宣讲基督 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肥利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 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 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 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 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妄自尊的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极致他们信了肥利 所传神国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喜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喜 就常与肥利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义能 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 约翰 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喜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赐下 就拿钱给使徒 说 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因你想神的恩赐 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 无分无关 因为在神面前 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主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赦免 我看出 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 愿你们为我求主 将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既证明主道 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 传扬福音 有主的一个使者 对腓力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 下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 菲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个埃提阿伯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提阿伯女王 干打击的手下 总管银库 她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腓力说 你去贴近那车走 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知脚窝 真能明白呢 于是请腓力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 他想要被牵倒 宰杀之地 又想要搞在肩毛的人 收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他卑微的侍候 人不按公义审判他 谁能输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 从地上夺取 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 是知者谁 是知者自己呢 是知者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哪 这里有水 我收洗 有什么方碍呢 于是吩咐车站住 腓力和太监 二人同下水里去 腓力就给他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 把腓力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后来 有人在亚索都 遇见腓力 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宣传福音 直到凯撒利亚 使徒行传 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 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 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士革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啊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士革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 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 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喜 吃过饭就健壮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 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搏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 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 用筐子 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革 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凯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 吕大的圣徒那里 遇见一个人 名叫尹尼亚 得了瘫痪 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彼得对他说 尹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繁住吕大和沙伦的人 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主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彼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她广行善事 多诗周记 当时 她患病而死 有人把她洗了 停在楼上 与大原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她 央求她说 快 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单眼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 便有人领她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礼仪外衣给她看 彼得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彼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 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她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这事传遍了约帕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 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住了多日 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 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洲际百姓 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 约在深处 他在异象中 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 到他那里 说 戈尼流 戈尼流定睛看他 惊怕说 主啊 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 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戈尼流 叫了两个家人 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程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记着四脚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哥尼流所拆来的人 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 见那些人 说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宿 次日起身 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 同着他去 又次日 他们进入凯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 密友 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 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亲近来往 本事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流说 前四天 这个时候 我在家里守着 伸出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 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说 哥尼流 你的祷告 以蒙垂听 你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 你当打发人 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 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 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 去请你 你来得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主 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 赐给以色列人 这话 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 从加利利取 传遍了犹太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勒人 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 行善事 一号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 所行的一切事 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 杀了 第三日 神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 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 传道给众人 证明 他是神所立定的 要做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 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歌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 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 住了几天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 也领受了神的道 急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歌里的门徒 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歌里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赐给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异象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记着四脚 从天坠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 见那中有 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凯撒利亚拆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竟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阻神啊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肥尼基和塞普路斯 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普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 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 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那时 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 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 却为他 怯怯地祷告神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钉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 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他 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万一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 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 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 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 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哦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领他出街 又说 你们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 往别处 去了 到了天亮 冰丁扰乱得很 不知道彼得 往哪里去了 西律找他 找不着 就审问 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们 拉去杀了 后来 后来西律离离开犹太 下凯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因此 就拖了王的内侍臣 伯拉斯都的情 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锁定的日子 穿上巢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路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 立刻罚他 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 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奈人路求 与芬芬之王西律 同仰的马念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拆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 往塞浦路斯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 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全岛 直到帕福 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这人常和方博 士求保罗同在 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 这名翻出来 就是行法术的意思 抵挡使徒 要叫方博 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说 你这充满各样 诡诈皆恶 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 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 夹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 立刻昏蒙黑暗 刺下里求人 拉着手领他 方博看见所做的事 很稀奇主的道 就信了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 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二位兄弟 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 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 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 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此后给他们设立世事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姆尔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变亚敏支派中 基氏的儿子扫罗 给他们做王四十年 既废了扫罗 就旋立大魏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魏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一线 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 约翰将行进他的城图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我姐他脚上的鞋带 也是不配的 弟兄们 亚伯拉罕的子孙 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 这旧式的道是传给我们的 耶鲁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鲁撒冷的人 多日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者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魏那圣洁可靠的恩典 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魏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已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 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着人 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 你们勿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 你们这清慢的人 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赞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前敬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 不要恒久在神的恩组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 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应勃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以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 直到地级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 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 前进尊贵的妇女 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 第十四章 二人在以歌念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 叫犹太人和希腊人 信的很多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 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 吕高尼的路斯德 特避两个城 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路斯德城里 坐着一个 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众人看见 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 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 有神界的人行 降临在我们中间啊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 称保罗为西尔米 因为他说话灵守 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 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祝君 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会 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地拦住众人 不献祭于他们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戈念来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 同巴拿巴 往特壁去 对那城里的人 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做门徒 就回路斯德 以戈念 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守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各教会中 选立了长老 又进时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 所信的主 二人经过比西地 来到庞菲利亚 在别家讲了道 就下亚大利去 从那里坐船 往安提阿去 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 要办现在所作之功 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 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神怎样 为外邦人 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住了多日 有几个人 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 不能得救 保罗 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 教保罗 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腓尼基 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教众弟兄都甚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塞教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 述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迹其事 他们助了声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 倒塌的帐户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圣余的人 就是凡成为 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 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所以 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 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 进届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 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 在各城 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 在会堂里送读 那时 使徒和长老 并全教会 定义 从他们中间 拣选人 拆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 同往安提阿去 所拣选的 就是称呼 巴萨巴的 犹大和希拉 这两个人 在弟兄中 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 交付他们 内中说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 叙利亚 吉利家 外邦 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 搅扰你们 祸乱你们的心 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 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拆他们 同我们所亲爱的 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 是为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 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拆了 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 诉说这些事 因为圣灵 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 就是禁戒 寄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 和奸淫 这几件 你们若能 自己禁戒 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他们寄奉了差遣 就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 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 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拉 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 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 打发他们 平平安安的 回到 差遣他们的人 那里去 但保罗和巴拿巴 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 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 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们 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 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 马可从前 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 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塞普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 蒙弟兄们 把他交于主的恩主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里加 兼顾众教会 使徒行传 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弊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 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歌礼 他们经过各程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 众教会信心越法兼顾 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福吕加 加拉泰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地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 有一项献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项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 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萨摩特拉 第二天 到了尼亚波里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城门 到了河边 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迪亚 是推亚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 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他被污鬼所付 用法术 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 他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教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 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建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地骚扰我们的城 还我们罗马人 做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挡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辱夫禁足严谨看事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尖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人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尖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 看见尖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 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役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 官长打发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奸 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尖里 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 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底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贴萨罗尼家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嫉妒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祸成群 总动合成的人 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 希拉 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关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 也到这里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 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网 比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闲于 贴撒罗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 也不少 但贴撒罗尼加的 犹太人知道 保罗又在 比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 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 仍住在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祭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 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 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伊比九鲁 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 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时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 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坚持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玛丽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这事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妻 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毁棒 保罗就抖着衣装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加留做亚盖亚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这个人 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加留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 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 加留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吉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尖格里 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 说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 开船离了以弗所 在凯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 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挨次经过加拉泰和弗里加地方 兼顾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历山大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讲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 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 极有能力 活到犹太人 以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心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诡谤着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喇奴的学房 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负的人 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斥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负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胜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 赤着身子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 凡住在以福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 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 主得到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以拉多二人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那时 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亚迪米神银勘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 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 说 众位 你们知道 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辅所 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 引诱迷惑许多人 说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 也要被人轻忽 连亚西亚全地 和普天下所敬拜的 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 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 他在 以不所人的亚迪米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 该游喝亚里打鼓 齐心拥进戏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的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白手 要向百姓分诉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 大队 以福所人的亚迪米啊 如此约有两小时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 就说 以福所人啊 谁不知道以福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 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这事既是驳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 也没有傍读我们的女神 若是迪米丘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驳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论到这样聚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使徒行传第20章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 就辞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 有毕利亚人 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贴萨罗尼加人 亚里达谷和西宫都 还有特币人该游 并提摩泰 又有亚西亚人 推积谷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 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教的日子 我们从菲利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 在那里住了七天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竹 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游推谷 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 保罗讲的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不在他身上 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 掰饼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筒子 活活地领来 得的安慰不小 我们先上船 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朔 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尼 从那里开船 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 在沙摩靠岸 又次日 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 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罢不得赶五旬节 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 保罗从米利都 打发人亡 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 以来 在你们中间 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 凡是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意的 我没有一样 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 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 耶稣基督 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 在各城里 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 与患难等待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 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 我的面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 要引用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如今 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祂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 银 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攻击我和同仁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 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使徒行传 第21章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 一直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 要往斐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塞浦路斯 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通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 菲利家里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便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太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调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怨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紧记那 寄偶像之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与坚引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 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 为他们个人献祭 那七日将晚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着地方的 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 误会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 以弗所人特罗菲摩 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 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 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千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做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 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边 喊着说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千夫长说 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希腊话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兄弟 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树 并不是无名小成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希伯来话 对他们说 诸位父兄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授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奸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语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士阁去 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士阁 正走的时候 约在晨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 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 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 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 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士阁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照律法 是虔诚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 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兄弟扫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一辙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寿喜 洗去你的罪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迟言 以你为我做的见证 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信你的人 收在间里 又在各会堂里 鞭打他们 并且你的见证人 斯提凡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开手 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 从世上除掉他吧 还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 摔掉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扬起了 千夫长就吩咐 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民集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 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 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行事 为人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 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 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座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如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者说 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 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塞人 就在公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塞人 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 贵重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和鬼魂 法利塞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 有几个法利塞党的文士 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 他说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 怎么样呢 那时大起争吵 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冰冰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 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你们和工会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 说 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说 贝丘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步兵两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两百 今夜害初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伤口叫保罗旗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哥老丢 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寂寞告诉我 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 兵丁赵索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绿的衙门里 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便士帖吐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帖吐罗就告他说 贝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你嫌烦去 只求你宽容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鼓动扑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寻服点头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世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锁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照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 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 对人 长存 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赏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线的时候 他们看见 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嘲战 唯有几个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急或不然 这些人 若看出我站在孤会前 有妄为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 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神 是位死人复活的道理 腓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 就知乌他们说 这等亲夫长吕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 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 来供给他 过了几天 腓利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 土希拉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 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腓利斯甚觉恐惧 说 你站起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腓利斯又指望保罗 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接了腓利斯的任 腓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里 使徒行传 第二十五章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琴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凯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 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凯撒利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 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利斯留在间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 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 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势而来 同着众签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 进了宫厅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亚基帕王 和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 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 亚基帕王面前 我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 借诵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 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照我们教中 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窃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冷人 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 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 囚在街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用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市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 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亚基帕王啊 我顾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 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因此 犹太人在地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 并不外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非司督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非司督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爷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之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少为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 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 王和巡抚并摆尼基 与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 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非司督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他就可以释放了 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 菲斯都既然定归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柳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由马其顿的贴萨罗尼家人 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带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塞浦路斯被风案行去 过了基利家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吕家的美拉 在那里 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拦阻 就贴着克里特被风案 从撒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加奥 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尽时的节期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 要受伤死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 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 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 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毛 贴近克里特行去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风名叫 有拉格罗 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 被风案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拦锁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钱 就落下棚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 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 气聚抛弃了 太阳和清晨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催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又冬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 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 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 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德里亚海 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 随手以为渐进旱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丈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矛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冰冰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冰冰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 你们玄望忍饿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 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 注谢了神 掰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276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麦子 抛在海里 为要叫船亲密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 搂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拦锁 气毛在海里 同时也松开剁绳 拉起头棚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 就把船搁了浅 船头胶着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冰钉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附水脱逃的 但百夫长要救保护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附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 上了岸 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马尔他 土人看待我们 有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一日天气又冷 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地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是岛长不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不百留的父亲 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 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 往前行 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计 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 到了叙拉谷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 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 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 就出来到亚比乌市 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神 放心壮胆 进了罗马城 保罗蒙准 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虽没有做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借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凯撒 并非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原为以色列人 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 捆锁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 报给我们说 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轿门 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出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道 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为散以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 传讲 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 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